亲友们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练习曲3,隔旋八度勾挑练习。 练习曲3是在练习曲2的基础上加了左手, 它的右手的技术和弹法和练习曲2是完全相同的。 那么练习曲3一共分了四段,也就是相当于有四个小的练习曲。 那么大家应该四段分开练习,练完一段再练第二段。 第一段是隔一旋的八度练习, 我们在练习曲2谈过隔一旋的勾挑练习, 但是没有加左手,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不加左手的时候, 隔一旋它基本上是一个四度的关系, 所以比如说像一三,它是so和do,那么是一个纯四度。 但是我们加上左手,它就是我们实际上也在练习, 在隔一旋的时候,怎么在隔一旋找到和一旋, 那么跟它是相对于是八度的这个音。 也就是说我们也是在练习在三旋上找到so, 那么这个位置是在九会的位置。 所以这就是加了左手以后, 我们实际上是在训练自己对于音位的这种找音的这种敏感的这个程度。 那么我先把第一段弹一下, 第一段是这样的。 这是第一段。 那么首先讲一下左手摁弦的时候, 那么左手摁弦用的最多的是一个是大指, 一个是无名指。 第一段上行的时候是用大指来摁弦。 所以, excuse me, 散勾一, 下一个是大九挑三, 大指在九徽挑三旋。 那么这跟一旋是形成了一个八度关系。 那么大指摁弦的时候呢, 我们先练习用指甲来摁弦。 大指有两个触弦点。 一个是在用指甲的这个位置, 另一个呢, 是用关节这个位置。 关节我们叫它肉音, 那么指甲我们叫它甲音。 那么大指在用甲音摁弦的时候, 它的大指这个关节是要弯折的, 是要弯折的, 这样才有利于把弦摁得准, 摁得牢固。 在大指摁弦的时候, 左手的手形是有两个四十五度。 大家要记住这两个四十五度。 那么这个虎口的位置, 也就是你的大指和食指, 它想象它形成一个平面。 那么这个平面呢, 应该是跟勤面呈四十五度。 另外, 我们的除了大指以外的其他四个手指, 也就是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 也可以大概理解成形成了一个面, 就是手掌它形成了一个面。 那么手掌这个面跟勤面也是形成四十五度, 大概是这样一个关系。 一个虎口跟勤面呈四十五度。 那么手掌和手指, 其他的四个手指跟勤面形成四十五度。 这样的一个位置。 另外就是大指要弯折。 按旋的位置是大概在离指端, 大概在这个指甲的中间的位置。 这个指甲的这个长度, 大概中间的这个位置, 用甲音来按旋。 那么这首曲子, 这首练习曲, 我们是上行的时候用戳, 下行的时候用住。 但是在低便大家练习的时候先不加戳住。 所以低便大家可以上行的时候就这样弹, 直接取音。 大家注意到了五旋。 五旋的位置是在八徽半, 而不是九徽了。 这是一个特殊的触旋点, 特殊的音位。 好, 这是上行。 那么上行我们用大指的甲音。 下行的时候用无名指。 也是先不加戳住。 那么一旋我们用中指。 这是一种习惯。 一旋用中指用的比较多。 我们也练习在曲子里比较常用的一些习惯性的执法选择。 那么无名指的按旋点呢。 大指按旋的时候, 它是大指的这个, 想象一下它的这个大指的指面跟琴面基本上是乘90度的。 它是完全是垂直直立在那里的。 那么无名指是不一样的。 无名指也有两个按旋点。 一个是用指尖按旋, 一个是用关节按旋。 那么我们今天先练习用指尖按旋。 用指尖按旋的时候呢, 它是在指端的外侧, 也就是靠近小指的一侧来按旋。 比如说在五旋上面。 是在这样一个位置按旋。 这个位置按旋的好处是, 当我们用大指按旋和无名指按旋的时候呢, 在这个交换或者替换交替的时候, 那么手基本上可以保持同样的手形。 也就是说在无名指, 指端按旋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两个45度的面, 虎口跟琴面和手掌跟琴面也是形成45度。 这种情况下, 在大指和名指交替按旋的时候, 我们可以保证这个手掌可以基本上不动, 还能保证最为有效, 最为舒服的这样一个按旋的动作。 比如说那么我的手基本上都没有动, 手形基本上保持不变, 但是大指和无名指都可以很舒服的按旋。 好,这是讲的触旋点。 那么下一步呢, 当大家练习好了不加戳住的第一段, 就应该练习加戳住。 那么古琴实际上我们很少这样直接取音弹。 我们很少这样谈, 我们一般都会加一些润色, 那么加的润色最多的呢, 就叫戳住。 戳是从这个目的音以下的位置, 上到这个位置, 这个叫戳。 那么住呢, 是从这个目的音以上的位置, 下到这个目的音。 所以如果这个是大九戳挑三, 我们大概开始按旋, 实际上基本上是在石灰的位置, 上到这个位置。 最后目的音是九灰, 但是手指按下去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比它要低。 这个戳的这个幅度大小, 并没有严格的规定, 但一般来说都是在一个大二度左右, 那么戳的幅度大可能会达到小三度, 那么戳的幅度小呢, 可能是一个小二度, 但是一个大二度这个戳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在九会的位置呢, 这个大二度就是从石灰开始。 我的习惯的弹法实际上, 那么手的动作看上去都不止一个大二度, 但实际上着弦点还是基本上在大二度, 或者是小三度, 或者是一个小二度这个区间的。 因为这样呢, 这个音实际上可以更为顺畅,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看上去我这手走得很远, 但实际上它是渐渐的往下走, 落到这个琴面基本上也是在十灰左右, 然后趋向于九灰就停止了, 这是一个戳。 这个过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像那个飞机降落一样, 它是一个湖面的跟地面切线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是渐渐的把弦压到这个琴面上, 达到这样一种从无到有的一种渐进的过程, 而不会给人一种很突兀的感觉。 那么在这个越低的这些位置, 那么在古琴上呢, 一般我们把这个区域分成叫下准阴区, 中准阴区和上准阴区, 也就是说七灰以下叫下准, 下准阴区,下准阴。 那么七灰到五灰之间是叫中准, 那么五灰以上,四灰,三灰,二灰,一灰, 这些叫上准阴,就是高。 相当于其他弦乐器里面的低把位, 中把位和高把位。 那么在低把位的时候呢, 那么手的幅度是大的, 因为这个地方的阴比较稀疏, 那么一个灰只有一个二度, 甚至到了十灰以下, 每一个灰之间只有一个小二度, 都不到一度, 所以这个时候手的幅度要大一点。 那么越到高把位, 手的戳住的距离越短, 因为一到了中准阴, 两个灰之间就会是一个纯四度, 那么到了小三度纯四度, 到了高把位, 它甚至就会更多, 那么这个阴的距离更远, 这个时候我们手指运行的戳住的距离要短一些, 防止出现那种过长的这种银挠。 那么很多不同的古琴流派, 它的银挠的幅度, 也是区分这种演奏风格, 风格流派的一种一个特征之一吧, 比如说梅安派往往就有很大的这种银挠, 但是我们这里先不讲美安派的那种大的银挠的处理, 那种大的银挠需要非常细心, 非常好的润色, 才可以避免一种很垮很俗的那种声音的出现。 所以我们这里基本上还是要把这种戳住的幅度, 控制在一个大二度左右, 最多是一个小三度, 可以是一个小二度, 大二度左右。 好, 那么大家练完了直接取音的就可以加上这个戳。 下行的时候我们用柱, 那么注意右手的执法是完全一样的, 保留指在什么地方, 那么保留指也叫柱弦, 比如说我们挑七的时候, 保留指在五弦, 我们可以说挑七的时候柱五弦, 柱是柱扎的柱, 这个是柱下来, 目的音是石灰, 但是我们的拙弦点, 拙琴的这个位置, 基本上是在九弦左右, 那么就是一个大二度的这样一个柱。 那么你的手也有可能是比较高一些, 但实际上把弦摁到板上, 也是差不多是在大二度的位置的。 那么最后这个音在一弦上, 我们是用中指按弦, 中指按弦跟无名指按弦不一样, 无名指按弦用的是侧风, 像写书法一样用的是侧风, 也就是说刚才说过是在指尖的一侧, 靠近小指的一侧, 但是中指按弦是用中锋, 也就是在用中指的指端这个位置, 正中的位置, 这个时候我们的手是用中指按弦的手, 基本上是正的, 而不是像明指按弦, 这个手是乘45度的。 那么中指按弦的时候, 手是用中锋, 中指用中锋, 手是正的, 所以基本上这个时候整个手掌跟琴面是平行的, 而不是乘45度的。 大家再看一下。 所以这个是一个中锋的韵制。 好, 这个是练习曲三的第一段。 阿武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